美女, 教你做的, 師父 看就好, 師父這麼帥 上台一會兒, 聰明一點 等你又新條理出來嚇到師父 你說師父教游泳就好 教人工夫吸更正 現在這八個星期, 我只是敗門 你只是敗門, 只是霸王眼上公 你說得沒錯 是師父霸王眼上我的公 你怎麼說的? 師父… 拜託你們別那麼色情 尊重女性好不好? 尤其是這些又漂亮又厲害 還是女主角的女生 什麼?你以為是你女朋友嗎? 是女性朋友, 行不行? 真是的… 小姐, 讓我們聽聽聽… 早安 女主角? 怎麼吃了? 沒有, 我沒想過 女主角會在營業出現 我進來教你們看到 你們看到, 你們經常會見到女兒 是嗎?我們豈不是很有前途? 什麼有前途?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整班學員如果有什麼不懂 可以第一時間問到什麼東西 你歡迎 這樣, 我跟Madam的關係就好像… 說吧 我跟我說, 是她想跟Madam熟 糟了, Madam不想呢? 師父, 庭叔 坐下 Madam 你好 我們真是巧合, 沒想到在這裡碰到你 你這個意思是我不應該在這裡 還是我沒有資格在這裡? Madam, 你真是開玩笑 如果你也沒有資格的話 這裡誰能夠資格, 大哥好嗎? 那好吧, 廢話少說, 馬上課 我 要成為ATF的分子, 除了體能也好 廢道知識一定不重要 尤其是現在的恐怖活動 再是燃料炸彈的簡單 你們現在要面對的 是一群擁有專業廢道知識的恐怖分子 所以如果你們是懂得怎樣用 黑客方法去制作對方的無敵度 安裝無碼神聖 那你就可以透過Internet 追蹤恐怖分子行蹤 及時制止到不報道 總括而言, 木馬程式是一種最常用的 用來供入對方的電腦 偷取對方資料的技術 好, 今天就教了大家 最基本的電腦技術 現在給大家時間去練習一下 看誰最快的速度 可以黑入我的電腦 行程度 대통령, 有些想問問你 好 好 其實要成功黑進對方的電腦裡 除了技術之外 你們一定要懂得如何變通 因為在現實的案件裡 道高一尺, 魔高一掌 對手往往比我們想像中狡猾 我知道這點對你們來說是有點困難 但你們一定要懂得隨機應付 女士 這位學員有什麼困難要幫你? 你看看你的電腦 我已經成功劈進去了 真的這麼快? 這麼快? 原來要進入你的電腦 比幫你泊車更容易 好 你們別以為成功黑進對方的電腦裡 就可以放鬆戒備 這隨時是個陷阱 因為你們根本不知道 對方是否黃著最後 好, 我現在會把防火牆加密 這位學員可以再試試 如果我再破解了 你會不會上電腦給我吃一頓飯? 這位學員不是會破壞嗎? 什麼事? 沒事, 小營只是恐怖襲擊而已 你們將來要面對的是一幫冷卻的恐怖分子 他們不是跟你玩嗎? 所以你們千萬不能自作聰明 以為自己很聰明就輕敵 萬一對方是看穿你的想法 隨時可以反客為主 反攻進你們的電腦裡 還會把你們的電腦都毀壞了 包括一些很機密和很重要的文件 都會在幾秒內全部消失 好, 麻煩你了 謝謝 今天丁屎這麼多米飯樂道 整晚的牢牆怎麼熬呢? 輸了嗎?看看明天是什麼早餐 我猜猜不會只剩下白麵包吧? 怎麼也會加一隻雞蛋 你別這麼肯定, 隨時只剩下水 我就說早餐和午餐合併了 即是甚麼? 即是沒有早餐 別說了, 你千萬不要開口討厭 注意 你們有五分鐘的洗澡時間 五分鐘後, 所有燈戶都關閉了 所有人要上場睡覺 明天五點準時操場集合 不知道醒來會出方明, 明白嗎? 是, 現在開始計時 Sir, 只有五分鐘, 我把洗澡也不夠 一身臭汗, 洗不及了, Sir 等一分四分三十秒 老兄, 要這麼急 甚麼不急? 遲了下去, 被那混蛋搶光的花札體 充小日糧不會臭死的 沒什麼醫肚就馬上餓死了 剛才我說過, 肚子餓也是一種訓練 弟弟, 你看張情不是看得上路嗎? 人沒東西吃就自然會發揮 你求生的本能, 用不著訓練 忍耐需要鍛煉嘛 最怕還沒鍛煉已經餓死了 換衣服吧 換衣服去哪裡? 第三章第二節那裡說 未得阿Sir批准不得擅自離開 不然很糟糕的 被人知道當然糟糕了 沒人叫你拿著大聲公通皆喊的 是嗎? 是的, 萬一被人發現了 就會被人隔離, 沒得進去ATF 我沒想到原來你這麼恨進去 當然恨進去, 進去ATF之後 前途一片光明, 你知道嗎? 那你不餓了嗎? 有丁堆 就是了, 生人生膽 吃完別走, 挑戰權威不得好死 我今天才知道你這麼騰雞 平時你不是這樣的嗎? 這些不是叫騰雞 我不想蒙惡惡被人踢出來 這樣很不值得 你給我決定吧 我是兩兄弟人才嘛 敢被人踢走嗎? 你又無所看而已 我們申請都要進來的 我沒有後台, 大哥 那樣子, 什麼都假的 最重要是我們兩兄弟夠健碩 現在他們急著要聘請人 明明就是求財、若渴, 讓人用 所以現在是ATF需要我們 多於我們需要他 知道嗎? 你真是 你可否用得了兩瓶啤酒, 帥哥 如果你願意放下的話 我們就替你喝光了 好, 謝謝你 這麼能喝嗎?兩位 阿曼, 剛巧又在這裡見到你? 我當然可以在這裡, 我是客席教官 什麼時候出營, 進營都行 但你們倆不同 你們知不知道 偷走出來是違反紀律的?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 我真的可以在這裡見到你 我現在看見了